博佑基金会几何第三章垂直线与平行线 3.2节平行线 例题3.2-17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这是这一题的图形 然后题目说M为L1L2的节线 M是L1跟L2的节线 而且角1等于角2等于105度 角1跟角2一样大都等于105度 那则L1与L2是否平行呢 题目问L1跟L2有没有平行 好,那我们看一下 题目问 L2跟L2有没有平行 那目前我们学过的 判断两条直线有没有平行 有几种方法呢 有一种是内错角相等 内错角相等 两直线就平行 那另外一种呢 叫做同位角相等 两直线平行 好,那我们来看看 这个题目能不能用这两种方法 来证明L1跟L2平行呢 来,他题目给我什么 他是不是给我 角1等于角2都等于105度 来,角1 105度 角2呢也是105度 他给了我两个相等的角度 好,那我们来看看 角1跟角2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来,我们从第一个条件 M为L1、L2的结线 好,M是L1跟L2的结线 那角1跟角2就是结角 而且是什么样关系的结角呢 哎,是不是同位角 对不对 同位角 角1跟角2 而且题目又告诉我 角1等于角2都等于105度 所以L1、L2 能不能够用同位角相等的定理 证明这两条直线 就互相平行了 对不对 好,那我们刚刚已经经由想法 证明了L1跟L2 两条直线互相平行 那现在呢 我们就把我们刚刚的 想法来把它写下来哦 好,来 我最后 得到是什么 是两条直线平行嘛 对不对 好,是不是根据 角1等于角2 对不对 好,来,那我们来看看 角1、角2有什么关系哦 来 角1 为 角2的 同位角 那为什么呢 因为题目给了 M为 L1 L2的 结线 好,那 L1跟L2 为什么会平行呢 是不是 角1等于角2都等于105度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写出 L1 就 平行L2 为什么呢 因为 题目 给的 条件 角1等于角2等于105度 那我们刚刚 又知道了角1跟角2是同位角的关系 好,所以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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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定理 3.2 3.2 知识 他说什么呢 他说 同位角 同位角 你 好,所以 我们 就可以说 L1 就跟L2 互相的 平行 好,所以 这一题的答案 就是 两条直线 平行 博友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 本影片由鸿海教育基金会赞助录制